岛屿,近日,美国著名媒体奥兰,列出了NBA今夏自由球员市场上的18位球星。他们是按照这些球员本赛季季后赛的表现来综合排名的,所以像考新斯第11,波琛第12,和霍普德仅第14位,我觉得被严重低估了,这样的球星都无缘前十。 在未进入前十的球员中,除了考新斯和霍普德,这些已经成名的球星,还有新进全明星,一打凯尔特人就来进的那个男人米德尔顿。赛季中期被尼克斯送到独行侠的波神,在提湖打出身价的兰德尔,以及打破历史记录,单赛季完成二百分二百三分的大洛佩斯。 虽然无缘前十,但是都有望在夏天拿到一份大合同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,被媒体评选出来的九大自由球员。 第九位,托特拜尔哈里斯76人。76人本赛季强势崛起,大帝和西蒙斯在经历了上赛季的季后赛洗礼后,本赛季彻底蜕变。 目前76人和猛龙季后赛战是二比二平,两人功不可没。但是别忘了,哈里斯的到来成为了球队的第三进攻手,弥补了封线上西蒙斯的进攻法力。 此前哈里斯拒绝了快船四年八千万的续约合同,赛季常规赛场均二十加八加三,季后赛十六加九加四的表现,有望让他拿下一份议员合同,但能否留在76人就不得而知了。 第八位,德安吉洛拉塞尔蓝网。 新秀合同的最后一年,拉塞尔凭借常规赛二十一加七的表现成功入选了全明星,并且摘掉了水货榜眼的帽子。 可以到了季后赛里表现就不尽如人意了,命中率只有36%。 不过有消息,步行者对这位新星十分感兴趣,希望让他和奥拉迪波组成后场双枪。 第七位,尼古拉五切维奇魔术。 当年作为霍华德的替代品,武器维奇用了七年的时间,才把魔术带进季后赛,本赛季场均二十加十二加三的全面数据,得以成功入选全明星。 但是到了季后赛却被打回原型了,在小加和伊巴卡的看防下,场均只有十一分八篮板和二助攻,命中率更是只有36%。 季后赛糟糕的表现,让他无缘顶心。 第六位,克莱汤普森勇士。 说汤普森是联盟最好的三地球员,恐怕没有人会质疑。 过去曾被低估的持球进攻,和出众的防守技巧,如今也都被大家认可了。 作为历史级别的射手,汤神今下必将有大把的追求者。 尽管汤神留在勇士的可能性极大,但问题是勇士没有那么多的钱。 而近日又有消息称,如果勇士拿不出一点久仪的续约合同,汤普森将有可能加盟快船。 第五位,吉米·巴特勒76人。 如果没有巴特勒在季后赛的真巨头表现,76人或许早就被猛龙横扫了。 虽然他是更衣式的毒瘤,但他就是能打啊。 如果拿全队先发作对比,中唯一一个季后赛得分比常规赛高的,只有巴特勒。 换句话说,真正扛得住大场面的,还得是这一币。 今下76人将同时面临哈里斯和巴特勒的续约难题,但是首选一定是巴特勒。 第四位,肯巴沃克黄蜂。 一年前乔丹还在想方设法送走沃克,如今想要留住这位东部全明星首发,就必须送上一份2亿美元的顶心了。 作为黄蜂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,沃克188厘米的身高中,蕴含着巨大的得分能力。 不过,黄蜂想要留住他怕是难度不小,马四、独行侠等,都对其虎视眈眈。 第三位,凯里·欧文绿军。 后面三位都没有什么悬念了,都是凭借一己之力,就能改变场上局势的球员。 欧文在首轮帮助球队淘汰步行者的比赛中发挥出色,各种神仙球如蝴蝶穿花。 但是面对字母哥就没那么好使了,如今球队一比赛落后,尽急希望渺茫。 所以,欧文想证明,自己离开詹姆斯是对的,那么,必须在剩下的比赛证明自己。 第二位,科怀伦纳德猛龙。 若不是范夫利特和洛瑞后场双坑拖后腿,猛龙现在应该已经晋级了,整个季后赛至今伦纳德35加5加3加60的命中率,历史上仅三人做到。 而他已经成为了和詹姆斯、杜兰特并甲齐区的顶级小前锋。 无论这个夏天伦纳德选择去哪,他都是顶心的存在,并且也将改变联盟的格局。 第一位,凯文杜兰特勇士。 第一位,凯文杜兰特勇士。